啊 以天崩地裂的爽快超能力大戰為主軸 結合透人心弦的劇情 和高自由度的傷痕式玩法 Sony本家遊戲惡名昭彰系列推出以來 就一直在眾多動作遊戲當中獨樹一格 隨著次世代新主機的登場 現在這個系列也要來個超級進化 系列最新作《第二隻子》 就夾帶強大的畫面與嶄新遊玩風格 登上PS4 帶給玩家們新世代的衝擊 《第二隻子》延續了前作二代的故事 為了防止普通人和超能力者大戰的悲劇再度上演 民間成立超能力者隔離機構DUP聯合保安部 將所有具有超能力的人 通通打成恐怖分子一個個抓起來 這次的遊戲主角戴二星 是一名憤世忌俗的原住民青年 因為一次與超能力者的意外接觸 激發他的潛能 成為了一般人懼怕的生物恐怖分子 也因此連累了部族裡的其他人 憤怒的主角於是決定 要使用這份新獲得的力量 對位於西雅圖城內 DUP 總部展開復仇行動 說到《惡名昭彰》系列最大的特色 當然要屬於能夠讓玩家選擇 善良與邪惡不同路線 來進行劇情這一點囉 遊戲當中 玩家可以自由地在精心重現的西雅圖城市中移動 並且使用火與煙的力量突襲各處的DUP據點 為主角吸收各種新能力 除了隨著劇情發展 在關鍵時刻讓玩家做出的重大選擇之外 玩家平時在城市當中的各種行為 例如救助平民或是濫殺無辜等動作 也都會累積善惡質 不同的路線不但會影響劇情 和市民對於超能力者的觀感 更會解開主角的不同能力喔 要成為一名受到居民愛戴的英雄 還是一個符合遊戲 惡名昭彰這個名稱的大壞蛋 就取決於玩家你的選擇囉 沒有任何我們直接的地方